各位B站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愿举证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大选的结果 以及台湾应有的回应 这次美国大选 因为事前民意调查失去了准头 因为民意调查一直说 拜登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会以大幅度的领先姿态 事实上这个领先没有发生 导致什么结果呢 导致这个结果非常扑朔迷离 高潮迭起 产生了非常戏剧化的结果 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在看开票的时候 当天晚上 我是讲中国的时间 看到了所有开票的结果 都说是特朗普领先 拜登只是在大西洋跟太平洋两岸的州领先 那么大部分人的预估特朗普领先的情况下 最乐观的当然是他本人 他晚上就宣布他当选了 这个讲起来有点好笑 那我们呢 因为看到了 一般人呢 在开票开完以后就宣布当选 大致上就觉得拜登大势已去 我也这个一心蓝山 也就睡觉了 结果呢 一觉起来啊 不得了 所有的摇摆州当中啊 这个蓝的趋势又上来了 虽然呢 没有办法达到原来所预估的大幅度的领先了 但是呢 产生了很具体的改变 这个改变呢 就是呢 有的摇摆州啊 他们以非常些微的察觉 就不断地进行这个 拜登在这个得票数上拉锯 为什么得票数上会出现这样子的戏剧性的转变呢 就是所有的通讯投票 也就是透过邮寄的方式投票 这一次美国的投票率非常高啊 有66.9% 投票率这么高的主要原因 就是通讯投票的人数非常多 有高达9000万人 而通讯投票按照规定呢 是在人现场投票之后 把这个票开完以后 才能够开通讯投票的票 那么通讯投票的人数当中呢 很明显的支持拜登的人数比较多 也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有很多的摇摆州呢 就慢慢慢慢慢慢地后来沮丧 那么这个情况呢 可以说是导致美国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是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敢讲到底是谁当选 不过所有的媒体在听到B信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票数20票 是由拜登领先 然后呢纷纷就决定拜登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 这个媒体当中呢 福克斯原来是以保守著称 一般来讲是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媒体啊 这个频道 也说是拜登当选了 这个消息一披露啊 不得了 世界各国重要的领袖 以加拿大领先不到 大概就是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啊 马上就恭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接着就是德国的梅克尔 然后就是法国的马克宏 然后英国的约翰逊 也都不例外 还有爱尔兰啊 很多国家都纷纷发表贺电 恭喜 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 那么这个当中呢 俄罗斯还没有发贺电 中国也没有发贺电 那么这两个国家呢 没有发贺电的原因呢 立场也很接近 就是说目前为止 就是媒体公布的结果 不是正式的公布的结果 也不是美国负责公布的单位 所提供的结果 因此呢 发贺电呢 就显得有一点早 我们也只能够说了 就是加拿大英国 美国法国德国的这些 领袖啊 代表人物啊 他们都希望 特朗普早点滚蛋 所以说呢 赶快对拜登发表贺电 这个意思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在这里头展现出来了 不过这当中呢 最有意思呢 就是台湾这个地区的选举呢 这一次美国大选 对台湾的意义 却是最特别的 也是最虚幻的 为什么我讲说 特别跟虚幻呢 因为首先呢 美国大选是美国人的事情 那你在台湾的地区 为什么要表现得很热情呢 台湾的热情 就是在支持特朗普 希望特朗普连任能够成功啊 那为什么很虚幻呢 就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台湾有非常多的人 认为特朗普在任四年当中 不但让 这是他们的感觉啊 让中国吃足了苦头 进了科技上的行业 又要进了这个 中国主要的有竞争对手的行业 又禁止了所有这个贸易上 然后还要乱加关税 那觉得让中国吃足了苦头不说 对台湾美国进行了八次的军售 就是说是各种武器的贩售 我觉得台湾这个地区花了真的不少冤枉钱 还不但如此啊 台湾还感谢的不得了 还主动的要求啊 美国卖有瘦肉筋的猪肉给台湾啊 就莱克多巴胺啊 这个我们称之为莱猪啊 意思就是说是吃了瘦肉筋的猪肉 别的地方卖不掉 这台湾化了倒是心肝情愿的药 那经过这一些的这个认知当中 很虚幻的是 认为特朗普对台湾特别好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这个特朗普跟拜登 有一点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都是替美国在竞选 美国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优先呢 跟你台湾本身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但是台湾在认知的过程当中 就以这种态度 所以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啊 在10月30号美国大选的四天前 出现了 华盛顿邮报出现了这么个消息 就有人警告台湾当局啊 在鼓励民粹 使得什么呢 使得拜登不当选 尽量支持特朗普 这种情况万一拜登当选了 那么将来呢 情何以堪 你要如何面对新的美国政府 的这个情况 也因为这个缘故啊 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外交当局 还特别表示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 然后骂拜登的人 都是机器人干的事情啊 这个说起来真的有点好笑啊 就你的政治立场有机器人 那机器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政治立场 那不是人的立场吗 这根本就不用多说 但是呢这整个观念当中呢 蔡当局 蔡英文的本身 没有耽误时间 他学的英国 学的德国 学的法国 马上就拍了一封贺电 给拜登 这个 这个贺电当中呢 就是恭喜拜登 当选美国新总统 获得的答案是 以读不回啊 就换言之的话 就是知道了 但是呢 你要我回 回什么呢 拜登他们的团队 怎么敢回呢 敢回的话呢 不是表明了更严重的事情吗 大家要了解 这多敏感的贺电 所以以读不回 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但是就在面对这个贺电 这个贺电以读不回的时候 美国现存的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 蓬佩奥呢 他语出惊人的表示 对他来讲 特朗普的连任已经成功了 特朗普会是下一任总统 他也不会失业了 另外呢 他还敢急着 急急忙忙的 就是要召开在本月20号 由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奇 那个9月份到台湾来的助理国务卿 干什么呢 要联合在台湾成立一个 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会议 面对这个邀请呢 哎 这个蔡英文当局啊 马上呢 又高兴得不知信啥了 马上又发表一个回应啊 这个可是 这个已读立马就回 就说了 非常感谢 美国邀请台湾参加这个对话 也是难得一次证明我们的关系很好 这是什么回电啊 正常来讲 特朗普现在是过渡时期的总统 稍微有一点风度人都知道 你过渡时期什么决定都不能做 你居然还做了个这么具有政治意义的一个对话会议 你自己都要失业了 你蓬佩奥你凭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 但是台湾现在的情况就很尴尬了 就是说什么呢 自己心甘情愿的当这个马前竹啊 就是说人家下棋的是先人指路 竹子往前一拱 人家的话呢 就是跳马一杀呀 你就是挨了个头 头低下来就给人家砍了一刀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来讲 你一看明眼人心里马上有数 蓬佩奥是黄鼠狼给击败一年 根本就不安好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要拿台湾作为一个搞事的主子 这个事情搞大了呢 中美关系一下紧张了 再乱一点的话呢 说不定美国本身来讲 进入了战争状态 那这下子特朗普可高兴了 所以呢 台湾目前为止 面对蓬佩奥这种莫名其妙的邀请 自己都准备失业的 准备工作不做 跑来开这么有重大意义的对话 那么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两岸之间的和平 是抄在大陆的手上 但是两岸之间的战争 可是抄在台湾的手上 至于说是要战要和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台湾的当局要好好想一想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请持续关注我的账号